藍白核小一粒 那不核就更小囉 錯 藍白綠分開的時候反而有機會 這一個這麼小的黨你知道 說什麼選2024總統大選 困難重重 但是我們把它當作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 對 還是要齊啊 明明齊啊 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是奇蹟 藍白一定要核 才能夠聯手對抗民進黨才會贏 還是說你有不同的思維 我們就從2022看2024 是 哇 你要聽這麼深奧的題目 你隨意講 我跟妳講 藍白核小於綠 藍白核小於綠 還是小於綠喔 藍白核小於綠 你拿民調出來看就知道 這樣啊 藍白核小於綠 那不核就更小囉 錯了 藍白綠分開的時候反而有機會 藍白分開反而有機會 藍白分開的時候 藍白核小於綠 藍白核全部分開的時候 反而是大亂局 美國都在說要選總統 對啊 拜託 你有準備好嗎 對啊 回答那問題嘛 木兵制 真兵制 國防預算 對 這要解決啦 太多議題可以問你 所以都拖而已 每天在無選機 對啊 怎麼網軍媒體獲得選票 對 這個人家最失望的嘛 我們要很誠實 這一個這麼小的黨你知道 嗯 說什麼選2024總統大選 困難重重 但是我們把它當作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 對 還是要騎啊 拼命騎啊 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是奇蹟的 對 而且 我都覺得奇怪 我怎麼騎得到 拼市長是可以到底的 就不可能到髒話先停下來了 不是 一日雙塔 一日被告還不厲害 一日雙塔才是困難 那個怎麼 我都一直在想說 我那天怎麼騎得到 而且民眾黨就看你 騎到髒話 其他人沒辦法往下騎啦 對不對 民眾黨已經起家啦 開店面了對不對 要騎下去啦 這個就是一樣嘛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